郭主席所说的那样子,我们认为要是以经济的一些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来做到这个事情,会对我们这个全球恢复平衡方面的努力做出很必要的贡献。 郭主席和我也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作为能源的最大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既然没有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努力的话,那么这个挑战是得不到任何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在这个领域采取一系列的很重要的新的主动行动。 就像胡九席所说的那样子,我们已经成立一个联合的清洁能源的研究中心,另外我们达成了很多协议,包括能源效率和再生能源,煤炭的更清洁的使用,电动车和叶元器。 另外我们同意为的是哥本哈根会议有成功的成果而努力。 我们在那里的目标也就是要支持让Rasmussen首相正在努力达成的一些成果,它不是一部分的一个协议,也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声援。 而是一个包括正在谈判中的所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而且可以立刻生效发挥作用的协议。 要是能够达成这种综合的协议的话,就会使得在我们努力使全世界能够支持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的一个解决办法的话,这将作为向前迈进的很重要的一步。 而且我们同意我们双方都要采取一些有意义的减缓的行动,而且我们需要支持我们所承担的这些义务。 关于不扩散问题上,我和胡主席讨论我们支持核武器的扩散的这个共同的努力。 我也告诉胡主席说,我非常赞赏中国在这个全球的防扩散的机制和一个被朝鲜的可核查的消除核武器方面的这些努力。我是非常赞赏。 我们 agreed on the importance of resuming the Six-Party Talks as soon as possible. As I said in Tokyo, North Korea...